学员们两人一组 一人担任长辈的角色 另一人担任照服务员 照顾服务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病患失能者 或是身心障碍者生活起居室 如何照顾卧病在床的失能长者 除了喂食还要帮忙翻身等工作 学员表示收获良多 最难是翻身 要上下轮椅 所以我们学了以后 把重点抓出来 然后就会比较轻松 下床坐轮椅这一个过程 我们就觉得有所障碍 因为怕会闪到腰之类的 那真的很谢谢老师很会指导 然后让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能够保护自己 也有办法保护到病人 为了精进学员照护技巧与知识 特别安排到厂照机构实习 经由亲身操作的过程 让学员与机构的人员 能够教学相长 提升服务照顾的品质 协助学员结业后 能够顺利地投入就业职场 希望在我们训练出来的 照顾服务员 可以有实际的临床 实际的经验 照顾服务员训练出来之后 他可以是我们的生理军 至少可以在长照机构 或者是在看护的部分 可以达到就是说 一出去就可以直接 有实习的经验 达到更好的服务品质 然后使他们在临床上 可以直接照顾到 更需要照顾的人 那我们提供这样子的环境 其实也是大家教学相长 可以就是让学员们 也可以让我们里面机构的同仁 大家一起互相再次做学习 由于这项照服务员的训练 所学的专业知能相当多 未来还必须经过检定 才能够获得照服务员的证照 对每位有意投入照服工作的人而言 不仅要学习专进的技术 还需要培养耐心与爱心 未来在职场上才能够完全胜任 虽然我们社会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照服务员的胸口的库床 胸口和日落的库床就正常 这样来学习就带着 这些比较多的 还给一些新的照服务员来跟他们照顾 像是冲洗然后灌食 洗头还有上下轮椅拍坛 这些比较基本的学员 让学员互相操作跟模拟 每个人都会变老 未来可能成为被照顾者 学员们表示取得证照 除了当成职业工作之外 也可以用于照顾自己的家人 一举两得 记者洪一伦 草屯珍采访报道